日本藝人來台逛超市 但一看到貨價商品 就嚇到吃熟熟 因為價格居然比在日本貴了三倍 就連一般的牛奶蔬菜等必需品 似乎都比日本還貴 剛從日本東京回來的劉小姐 買了一堆戰利品 從日系服飾 保養保健品 到各種可愛飾品都有 重點是都比台灣便宜 就開始可以不需要一直看價格 因為以前去日本都覺得日本很貴 可是現在覺得日本好親民 牛小姐兩週前到日本賞豐 除了買東西 還到逐地市場吃美食 但一回國再逛超市賣場 對價格立刻有感 就是會覺得 台灣的是物價上漲了嗎 還是怎麼樣 對 就有這樣子的感覺 這是我們今年過年要推出的奶黃流星書 除了一般商品 就連即將登場的連結禮盒 都感受到這波漲勢 以高雄這間知名的港式奶黃流星書 一切開就流出誘人爆漿 往年價格一盒600多 今年漲到700多 實在是因為原物料全部飆漲 快要撐不住 價格上也不會說調漲的太高 那我們就是透過禮盒的整體質感提升 因為比起年初光奶油就漲了五成 麵粉兩成 奶粉三成 就連蛋價也有一成多 平均漲幅逼近三成 也難怪業者不得不微調價格來反映成本 雖然農委會表示 飼料已經逐漸回穩 也會窮擊一切手段來穩定蛋價 但對於現階段萬物起漲 恐怕民眾感受仍緩不濟集